接下來的主題 主題二就是有關於Sigma的運算性質這邊 那這邊的話呢 非常重要 先打100顆星 這考是必考的 首先第一個 這邊寫是Sigma K 等 1 到 N 它的意思是 A1 加 A2 加 A3 加 A2 它這把展開的意思 就是 N 等 K 等 1 的 12 結果 K 等 1 等 A1 K 等 2 就是 A2 然後意思是往上加加加加 加到哪裡加到 N 為止 後來齁 最後講得不難 然後第二個呢 告訴你的東西是說 如果我有兩個 這個所謂的數列的話 我可以把它拆開來 也就是說 如果裡面有兩個 A 等 一個 A 一個 B 的話呢 我可以拆開成兩個箱箱 譬如說 旁邊舉個例子好了 看這裡 比如說 K 等 1 到 N 我如果這邊寫是 K 平方加 K 那請問你 我可不可以拆成 SIGMA K 等 1 到 N K 平方加上 SIGMA K 等 1 到 N K 它是可以的 我可以把兩個 兩個多項式有沒有 的單項把它拆成兩個 拆成兩個 C 以為錯計算就好了 這樣懂嗎 這個很重要喔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喔 然後呢 第三個是告訴你說 如果這個 多項式前面有個 C 的話 這個長數叫 C 的話 欸 長數 C 的話 SIGMA K 比較最前面去 變成這樣子 所以比如說 像有幾個例子好了 如果真的顯示 SIGMA K 等 1 到 N 2K 平方 你認為它可不可以寫成一樣 貝等 SIGMA K 等 1 到 N K 平方 它是可以上寫的 這樣懂嗎 會啦 所以等一下這個例子 你要把它抄起來喔 這個就是講這件事情 這個就講這件事情 對不對 可以 好 那接下來重點來 這裡就是這邊 這考試超級大重點這邊 這邊 好 首先第一個 SIGMA K 好 注意喔 它其實是指的 就是 1 加 2 加 3 加到 N 然後呢 它的公式呢 會等這個 把它背起來 就是 2 分之 N 乘以 N 加 1 那這個其實很簡單 怎麼算 就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乘以 2 就這邊 上底就是 1 下底就是 N 乘以高 總共 N 個 乘以 2 會嗎 好 那SIGMA K 平方呢 就是一個公式 6分之 N 乘以 N 加 1 2 N 加 1 好 那質疑 老師怎麼打倒數外的 這個 高中有學過 叫做這個 有學過叫數學歸納檔 應該沒有聽過嘛 但是呢 我告訴你 這個題目可以用數學 剛才把證明出來說 這個題目可以等於它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聽下一個怪物 我會告訴你怎麼證明 好不好 目前的話 你還是把這個結果把它背起來 就是SIGMA K 平方 會等於 6 分之 N 乘 N 加 1 N 加 1 好 第三個是 如果是 SIGMA K 平方的話呢 不是指的是 1 的三四方加 2 的三四方 加到 2 的三四方 的話 它就這個 2 分之 N 乘 N 加 1 之後 再平方 我把它畫起來 再平方 因為這個跟第一個很像 有沒有 然後 插兩邊 上面 這個外面它一個什麼 二四方的那邊 那接下來 這兩題很重要 這個主題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個教你的是 SIGMA的一些基本運算 首先第一個你看這個DN 告訴你說 SIGMA裡面如果有兩個多項式 就是那種兩個 不只是單項的那個多項式的話 它可以插成兩個 SIGMA做計算 然後第二件事 你告訴你是說 如果SIGMA裡面有常數項的話 有常數係數的話 可以把它提出來 好 接下來要背的是 SIGMA K K平方跟K三方的公式 我把它背熟 這樣子 會然後 好 你看一下